台北市第一座启用的中山运动中心 开幕以来到现在成立10周年了 为了回馈广大的市民朋友热烈支持 中山运动中心从几日起 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3月22号之前 只要是3月份的寿星 或是身份证末两码为时的民众 就可以享有当日免费使用健身房和游泳池 让民众既可以审核包 又达到运动的目的 由台北市政府委托救国团经营管理的中山运动中心 从民国92年成立至今届满10周年 21号上午 运动中心成立庆祝活动 体育局副局长丁若婷致辞时表示 中山运动中心成立10年来 总共服务了830多万人次 希望未来继续介入救国团的专业团队 提供市民更优质友善的运动环境 我相信这些团队经过这10年 我们中国青年救国团的参与 学习成长 首先带动了更多的这样子一个团队 那让这些团队可以在全国各运动中心 继续的服务 继续的发扬光大 救国团指出 感谢市民朋友10年来的热烈支持 未来救国团将会朝向社区化 以及在地化与个人化的克制服务 让中山运动中心成为民众运动的最佳取处 我也回馈广大的运动爱好者 中山运动中心从即日起到22号 推出三月寿星 或是身份证末梁马威伊林的民众 向当天免费使用健身房 以及游泳的优惠 另外21号当天也推出健身房好康大放送活动 当日购票者 可想5到9折不等的优惠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